好 易善 蔣萬安除了台志光 這一個案子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政治風暴 是保齡的失誤中毒的事件 沒錯 如果再加上之前的孽童案 這叫三臺風暴 而且實安 資安跟所謂的社安 全部出問題 蔣萬安根本坐立難安 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個大新聞來出現 這也檢視了蔣市府 其實他這個兩年 還不到兩年的執政 你可以看出蔣市府 他定期檢查羅斯松了 因為其實包含保齡 他們去年十月就已經沒有繳保險了 因為我們相關的實安 都有相關的一些所謂的營業保險嘛 這些保險他已經不繳了 他其實已經要在今年三月 其實就已經要停止營業了 為什麼你沒有繳保險 你的定期檢查機制沒有查到 沒有查到讓他勒令停業嘛 這第一個問題 通報機制慢慢拍啊 我們就先不要講 第一個案例十九號 他已經就發生嘛 但是二十四號 你接到通報的時候 你竟然二十六號 才叫他勒令停業嘛 你讓人家多吃了三天的龜啊屌嘛 這個才是問題之所在 為什麼蔣市府 你的通報機制 你的處理機制 這麼緩慢嘛 另外就是危機處理了 危機處理三個案子都一樣 他都推卸責任嘛 他都是數住變公親嘛 為什麼聂童案保齡案 推給所謂的衛福部 然後在所謂的這個台制官案 就要推給柯文哲嘛 當然柯文哲一定有問題 但是你講完才有行政權 去處理這些問題嘛 所以你直接紙約 你就是在切割好龍斌跟柯文哲嘛 你把責任推給柯文哲 但是你卻不敢處理好龍斌的母約嘛 就是講完他的處理模式 我們來講講完他的處理模式 還就是軟弱 一個台制官可以囂張成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簡書培議員公告的台制官 發給資訊局的公文是2024年的2月20號 裡面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最後一項 叫你要金六錢啦 2月29號之前要入帳 如果沒有入帳 我3月4號起 要暫停所有的傳輸服務 誒 沒到電錢嘛 這就又等一個月 半個月叫你台北市政府一定要交錢 這個是什麼廠商 而資訊局的回文我反而更有興趣 資訊局會怎麼回這個文 資訊局要出來說明啦 這麼囂張的廠商 叫你說半個月不繳錢 我就跟你斷訊 結果你資訊局要怎麼回覆 資訊局問題還在柯文哲任內嘛 柯文哲的定了所謂的紙約的費率 大家在炒說到底是2200 2100 或者是1700 這個費率是什麼時候訂的 就是柯文哲任內的時間訂 訂出來的時候是9點開會 9點40分散會 40分鐘 柯文哲你要不要講一下 40分鐘總共決定了多少項目 77個費率項目 不是怪怪的嗎 你讓40分鐘決定了77個項目 40分鐘嗎 不對 大家看主席出席的時候才能開會 主席是薛 薛 薛 薛復 薛秘書長 薛秘書長出席的時候 他的時間叫做9點34分 31秒 6分鐘護你台智光一身啊 所以這個方式的決定的費率 難道難怪會高於其他的縣市嗎 難怪難怪會讓台智光予取予求嘛 所以不管是郝龍斌的母約 柯文哲的子約 跟蔣萬安的放任財團 跟議會的勒索 三個市長都有責任 大家都不要跑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